猫房的日子实在是太无聊了 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一点乐趣都没有 明明这个世界里处处都是惊喜 处处都有冒险 我却每天只能待在这八屏不大的房间里 和已经认识很久的人相处 真的是度日如年 长毛不偶的名叫十一 是一个人的家庭 是一个热心肠的大姐姐 她每天都要玩好几小时的逗猫绳 短毛矮角的名叫花黑 是一个运动健将 也是一个傻子 每天都在舔毛 至于小菊嘛 每天都在睡觉 一点激情都没有 不行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我要去现代城市 可是门好高呀 我上不去 难道是这里吗 从底部钻下去 当然不是啊 得从这来 我来开门吧 门打开了 我去冒险了 不过我还是要给主人写一封信 告诉他我去干嘛了 这样主人应该就不会担心了吧 主人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的天呐 我终于自由了 不是吧 这怎么比门还高呀 这是已经下楼了吗 应该就是从这里出去了吧 那边有汽车 要不我悄悄留上吧 先看看这个人会开去哪里吧 我还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呢 外面的世界也太大了吧 我的天呐 这巨岸只是洞巨楼 外面的世界果然让我感到新奇 我在这里实在是太渺小了 这是什么地方 好香啊 哪里来的流浪猫 快出去 我不是流浪猫 天呐 谁来救救我 我得找到之前坐的那个车 我要快点找到那辆车 找到了 是这个 是这个味道 主人 快来救救我 主人 主人 我回来了 我给你们讲 外面真的太危险了 我再也不要出去冒险了 还是家里温暖 没有 是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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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